她的浅眸看着她,不断地起着波澜,因为成亲的缘故,装扮一心。 蓝湛,迷迷糊糊之中,魏无羡感到脑袋一阵晃动,看清时,已与蓝望鸡抵着鼻尖,相互对望彼此。 月亮,后山,蓝望鸡,蓝湛。 后知后觉中,对方的唇已经与她挨碰在了一起。 她的动作比之前温柔了很多,应当是位置对调的缘故。 柔软的感觉直抵魏无羡的心口。 不知不觉间,蓝望鸡的手已经附在了她的后脑勺上。 魏无羡心跳怦然动着,起初渐渐被她吻着,之后自知又好像不自觉中,顺了她的意,让她的吻加深了。 有一点晕眩,被她轻轻拖起,又落在了草地上。 鲜嫩的草坪起了水雾,月光聚焦到此处。 蓝望鸡好像在亲吻她的一切。 过去现在未来,悲痛欢喜重生。 而魏无羡,仿佛一点点在靠近什么。 她点着脚尖,亏着时间。 最终听的一声,魏英落在耳旁。 她双手戴着双脚,一整个抱住了蓝望鸡。 一道晨曦之光,斜入眼睛的缝隙。 魏无羡瞇了眯眼,又合了回去。 鸟叫声幽鼓回荡。 不远处,好像还有泉水清澈的声响。 昨夜被蓝望鸡捞上岸的鱼,早就跳回溪中,望却之前的遭遇,愉快地跳出水面,迎接晨曦。 魏无羡美梦未醒透,一个吻贴在了她的额上。 真实又梦幻的柔软触感,令她又睁开了眼睛。 散发又无抹额佩戴的蓝望鸡出现在眼帘中。 像梦里所发生的事,突然窜到跟前。 魏无羡呼得惊醒,腾然起身。 震惊中,看清这个人不仅是蓝望鸡,且正躺在草地,满身的红光把一圈草地都带亮了。 一条胳膊还是横斜在那里,魏无羡突然醒悟自己方才梦中枕的到底是什么。 蓝望鸡也跟着看了一圈四周,起身稍稍扶了扶额头,昨晚。 魏无羡立刻道,寒光君你,你昨晚喝醉了。 是你,你非要拉我来后山。 我们,想说我们之间,什么都没发生,可迷糊了的记忆又清晰地翻越上头。 虫鸣鸟歇,月光蒙上青纱。 翻转中镜闭视线,只剩热吻。 魏无羡深受打击,蓝望鸡伸过手来,替他拉了拉松垮的外衣。 魏无羡终于暴跳站了起来。 相比于蓝望鸡的镇定,他显得十分的惊慌。 脑袋仍旧沉浮在出场妙飘荡感中。 他频频地呼气,指了指自己,又指蓝望鸡,蓝站,我,我们。 蓝望鸡耳阔一点红,嘴巴还是有一点笨拙,试图解释,可开口还是那一句,他喝多了。 而事实上,魏无羡缠上来的那一刻,他的醉意就消退了。 望二人身处云身后山,便知情形。 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时,魏无羡开玩笑说的,你怎么早不把我拉到你们家后山办了? 日子都过到狗肚子里去,他又何尝不悔呢? 心结不是没有早早将人办了,而是没有早早将心意与人告知。 后山一词,大概总能提醒他什么? 醉酒之下,神经敏感,一处变起了念。 他说过的,加上他有悔,一切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。 蓝忘机断了断思绪,直到,先回去。 魏无羡,现在。 魏无羡,蓝湛,要不我先躲躲。 这事闹得太大泰国,心有不安,搞不好,真会被拿去问罪。 他居然把蓝家二公子,韩光君,带到后山干出了这等苟且之事,呼呼。 要了命了,也不知道蓝忘机现在为什么还这么冷静,猜测谁有八九将昨日之事给忘了,心说忘了倒也好。 还好在后山无人之地,天之地之,蓝忘机不知,就他知。 他没料到,想到最后,便宜还归他了。 迅速咳了两声,对,你醉得不轻。 把我当新娘子,韩光君,看不出来啊,你这么着急,还说要洞房呢,还好我厉害,要不然,你我的清白之身,都没了。 蓝忘机以为他又在玩笑,只说了一句不闹,收拾完毕,便要带他离开。 魏无羡见他不接话,很是纳闷。 蓝湛,你怎么不问问新娘人跑哪里了? 还有就是他这一身穿着打扮,换个人都应该震惊才对啊。 正自顾猜想,被蓝忘机圈住,现在你我已正式拜堂,结为夫妻。 整个家族都认可的。 啊,魏无羡哪里会知,清醒过来的蓝忘机,说话更荒谬,你在说什么呀蓝湛? 你,我还想问你呢,我们不是在追踪好兄弟的下落吗? 怎么突然回到云深了? 此话一出,蓝忘机迅速抓住他的手,开始探麦。 身体并无一样。 略带一丝担忧道,魏英尼,记忆有缺,魏无羡呵呵两声,只想痛哭。 什么叫记忆有缺,应该叫做记忆错乱才对,重生归世才多久啊? 现射来得莫名其妙不说,当下还有一种给人夺赦的错觉,真是乱套了。 他到底归来是重活一世的,还是来还债的? 蓝湛,我没听错吧? 你跟我,成婚。 他想起自己这具身体原身是个断秀,吃惊道,断断断秀。 迅速复盘,且不说蓝忘机是不是,他昨晚冲动的行为似乎有意无意在证实什么。 蓝湛,断秀是不是,是不是会通过线射传染啊? 他脸色白一阵红一阵。 一时苦思,一时又豁然开朗,但最终还是抓不住门道。 蓝忘机,不会传染。 你与我,心意互通。 心意,什么心意,魏无羡着急了。 蓝忘机承切道,我心悦与你,从前便是。 此事事发突然,好兄弟之事已经解决,且你跟我回云身,快近一年。 啊! 此次完婚,是叔父,也是族中长辈之意。 啊! 魏无羡越听越震惊,首先是他同蓝忘机,居然能凑一对,其次是蓝忘机口中的叔父。 他叔父不就是蓝起人吗? 蓝家最有声望的长辈,也是最严苛的一个。 也同意他跟蓝忘机结尾道理,天下奇闻啊,魏无羡退后两步,很快被蓝忘机抓回。 魏无羡,蓝湛,你让我想想。 蓝忘机,先回近视。 魏无羡感到被驾驭一处,上不去,下不来,逃跑更是别指望了,只好点头。 心中还抱有一丝幻想,期待只是一场滑稽可笑的大梦,等梦醒来,他依旧跟蓝忘机在某一处客店。 也许起身,这人已经静坐案前,仍是一副面无表情。 又也许是他先托梦惊醒,他则躺在身边。 这种情况下,他还可以拿手戳戳对方,若是醒来了,就逗逗他,没醒,还可以继续恶作剧。 想着便美美地笑,可是,等等等,我在想什么? 我同蓝湛,那岂不是也睡在一起? 又搬了一块石头,砸中了自己的脚。 但回想记忆中的那些日子,他的确是每日每夜,在纠缠对方,我去,魏无羡一拍脑门,我都做了些什么呀,魏无羡做贼心虚般,跟着蓝忘记。 不仅走路轻手轻角,嘴巴也闭得岩石。